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的教育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 两个小女儿曾经中学的时候就想退出娱乐圈 还有一次大女儿竟然哭着对自己说 有些人和她交朋友仅仅是因为她爸爸是明星 因为这件事情她也曾打算从此退出娱乐圈 后来在女儿和老婆的劝说下 才打消了这个打算 女儿还被爆料出十四岁就开始谈恋爱 在社交圈上传了和男友的公寓照片 消息爆料出以后 各大媒体都在骂骂她 梁家辉知道后很惆怅 面对这样的情况 梁家辉表示 自己虽然很爱女儿 但是这样做就应该承担后果 在很多次公开谈话中 梁家辉都对女儿说 只要是自己理智的决定 爸爸都会支持她 对于女儿在外界穿着比较暴露的风格 梁家辉也表示支持 恋爱也好 穿衣也罢 都是女儿自己的自由 只要她们自己不后悔就行 梁家辉对于女儿的教育 简单的说 就是宠爱却不放纵 更像朋友一样相处 而对于妻子 她更是一宠到底 的确是一个满分的父亲和丈夫 后终 aud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vering